一身潛水浸妆被滾室纵身而下 五彩缤纷的珊瑚随即映入眼帘 大批鱼群悠游美得莫不暇迹 这里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位于乔治亚州外海30公里 Designated by President Jimmy Carter in 1981 it is now one of 14 sites in NOAA's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System named in honor of Milton Sam Gray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Marine Institute who drew attention to the area through exploration in the 1960s 但根据统计过去40多年来 因为人类活动 海洋环境严重恶化 加上人类过度捕捞 海洋生物数量已经大幅减少约50% 根据2018年的研究 如果再不加快减碳行动 预估到了2100年 各国设立的保护区 温度将会上升摄氏2.7度 不论现在做了多少保护措施 倒是海洋物种都免不了严重受创 海洋保护区物种丰富 资源充足 也因此经常引来不速之客 偷偷牢果界 经过科学家多年努力 就连临近乔治亚洲的海域 也开始逐游恢复生机 我已经在2010年 搜索了鱼群的群体 我们开始看到 有些人在2010年 完全失败的群体 羊的根本解决之道 如果人们知道 在海洋里的事件 如果他们在海洋上能够看到 就会在海洋上 就会在海洋上升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